这是一座红色的楼 楼下面放了两个水缸 水缸里种了莲花 这种长在水里白色的花叫莲花 这里有个大石头 上面刻了一个字 这是一排红色的柱子 这些柱子又高又大 对面是一座两层的楼 这是一层 上面是二层 房顶是黄色的瓦 这是栏杆 栏杆的柱子上有石狮子 就是用石头雕刻的狮子 狮子是一种动物 用刀把石头做成各种样子 形状就叫雕刻 门旁边有个牌子 牌子上面写了两个字 出口 是说从这里可以出去 我跟着这两个人走进这道门 上面挂着一排红色的灯笼 这里有个玻璃柜柜子 里面放着各种吃的 好像是蛋糕和面包 又是一排玻璃柜子 门口有个老人 他手里组着一根拐杖 我从他旁边走出门 这两个女人正在拍照 地上放着一顶帽子 这里有几条路 我走右边这一条路 这是木板路 路是木板铺成的 木板就是木头做的板子 我沿着木板路往前走 路边有个椰子 椰子已经干了 没有水分了 周围这些树都是椰子树 这里有个小摊 这个小摊是卖吃的 前面是大海 我脚下是沙滩 树后面有两个小男孩 蹲在地上 他们在玩沙子 这个女人站在树荫下面 树荫就是树挡住太阳的地方 一个小女孩在沙滩上走 我正在走向海边 几个孩子在海边玩沙子 这是一条沟 这是银子 一个小孩手里拿着银子 白色的是海浪 四个孩子坐在海水里 他们喜欢海浪打在身上 我往沙滩上走 沙滩上有一把大伞 是挡太阳的太阳伞 伞下面有一群人 这是一个跳床 很大很软 可以在上面跳 所以叫跳床 三个小孩在玩跳床 这是一条木船 木头做的小船 这里还有一条黄色的木船 比刚刚那条船更大 两棵椰子树之间 有两顶帐篷 帐篷在树荫下面 这样不会太热 今天就到这里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